好 大家好 年三十晚送朱刑暑 我們這個朱年 最後一次跟大家聊聊 新春一定要聊聊 關於新年的一些習慣 其實有一個習慣 我就發覺很普遍的 很有趣的 近日如果大家上面書也好 上社交平台 看電視 買雜誌 那經常臨近歲晚一定有一個 就是看一下來年十二生肖的運程 看一下風水 看一下榴槤 其實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也會去看一下這些風水榴槤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值得自己想一下 其實為什麼要看風水榴槤呢 為什麼要看這些生肖命理呢 其實如果以生肖命理就很有趣的 就是十二個而已 一不就旺 一不就沖 一不就飯 隨便啦 那是不是純粹說 那時候就代表一定是差 還是一定是好呢 那又不是這樣看 其實我眼中呢 如果看風水榴槤呢 其實呢 是有意思的 其中一個非常好的參照呢 是了解兩樣東西 第一個呢 是了解世界 了解世界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世界呢 很廣闊 也都有很多處世之道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譬如如果你發現 做人的 做了生意 做得太好了 那跟著你這個人 如果好勝啊 好強啊 要面啊 張狂啊 那你很容易什麼呢 那就是要犯小癮 是不是 如果的 就是飲食無道的 作息無道的 個人自己過度操勞也好 過度日落也好 那最後就是身體有問題了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這個世界 就是看這些呢 我覺得呢 後面有很多做人處世的道理 又或者的 如果你做一做 然後你貪工無盡 個人太過進取 太過急躁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會這個 就是投資失利呢 是不是 因為這個人太過勇猛精進 就是那一刻心紅的 或者的 有時候 如果你是生意去走 走進去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呢 那可能今年你中間呢 面對那個轉型呢 那個挑戰啊 那個需要去累積的時間 是比較長啊 那所以整天說 叫做有機會沒有那麼順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從一些很專業的 一些的分析師 風水分析師 明理分析師呢 其實體應到很多人生哲理 就是真的 很多處世之道 就是真的 就是說的其實 就是究竟對人應該怎樣啊 多點關心身邊的人啊 適當的時候去 就是平靜一下 休息一下 出遊一下 適當的時候是低調一些啊 適當的時候是 顧著自己的身體啊 是不是整件事是這樣的啊 你說的什麼啊 風水都是邏輯 差不多對的 我剛剛都學到東西啊 其實呢 就是講的 和一位非常非常專業的大師傅 聊天 其實呢 其實呢 很多的分析是一樣的 後面呢就是很多邏輯的推算 但是其實當然呢 我不是所謂的 談論這件事呢 反而我最想談論 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在一個人生之中呢 其實有很多處世的智慧 而其實呢 通過看這些 所謂的風水流連呢 很多時候 將那些大道理呢 就根本浮出來 所以的 令我們呢 去重新了解一下一些立身處世呢 應該自己呢 注意的地方 應該是緊守的地方 比如理財上 哎 不要大號啊 是不是 不要亂那麼揮霍啊 在投資上的 不要過度的進取啊 和人呢 不要那麼多的 爭執爭拗啊 不要那麼多的堅持 己見啊 走路呢 走街呢 要注意安全啊 吃東西呢 要吃得小心點啊 情緒的注意呢 都要多 其實大家如果你想真點 如果你細微一下 每一年呢 郭大大師說 每一個 即是不同流連都好呢 其實是不是 都是有這些道理啊 是不是 而這個道理 其實說真的 不論你今年是甚麼 本命年是甚麼 屬甚麼都好 其實如果做人呢 能夠緊守著這些 所謂的 Golden Principle呢 其實都是 就是相當之有益的 是不是 那麼這個呢 我覺得是一個呢 就是很好呢 去沉澱一下 一些做人 Golden Principle的時間 那麼當然啦 第二個更加要了解的 其實就是了解一下 自己呢 很多時候 就是人家去提 的時候 那麼我們自己也都會反思一下 自己在做事 立身處世 生活 人生觀上面呢 其實有沒有一些盲點呢 有沒有一些的慣性呢 有沒有一些 就是自己呢 很優勝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自己容易呢 因為這些盲點 或者疏忽而導致到有落差的地方 而令到自己是有所檢視 有所提升 有所進步呢 其實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呢 才是 所謂 看什麼風水流連呢 一個最有價值的東西 很多時候 去見一下一些 理財策劃顧問 都是了解一下自己 就是在一個投資上 有沒有什麼的目標 有沒有一些的風險 有沒有什麼的調教 去拿到更好的效益 你去做一個驗身 你都是看自己身體上 有沒有什麼地方 要去關顧 去治意去調理 所以真正的原理呢 很多時候呢 是增加自己的知識 增加自己對世界的了解 增加對自己的一個 檢視 評估 以及提升呢 這樣去看呢 就真的有些進步了 但是反觀知道的 如果知道 就是又信又迷了很大件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今年很差的了 然後你真的覺得很差的話呢 其實什麼都沒有做過呢 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個 就算說你怎麼好都呢 說你今年好有人緣 好有桃花 好有什麼什麼 但是如果你自己 不是真正出去踏出 你去沒有耕耘的話呢 其實嚴格來說呢 輪到你都不輪到你 而很多時候其實 人生有很多智慧 很多循環 很多原理在那裡 就是說今年的所得 往往是去年 所種落的結果來的 所以人生呢 很多時候真是說因果 如果想自己有一個 更好的三年的 其實應該問自己 在人際上 在理財上 在事業上 在自己個人的經營 人脈經營上 在一個身體的打點上 其實是有沒有去做一個 全面的一個沉澱檢討規劃呢 有沒有去看一下 真是一個人生立身處世 有些什麼的原則道理 很值得參考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就真是看這個 所謂的風水流連 就值得看了 而同時間也都看了 這麼多個都很值得看 為什麼每一個都有成功之道 如果你懂得去吸取它 而是看到有什麼有問題的話呢 個人就會安穩一點 成功一點 進入一個穩健一點的狀態 是不是 那有時候問的問題就是 究竟順境好還是逆境好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有時候順境的意思是什麼呢 順境就是說那個周邊的環境到 就是說你以前認識了一些人 今次又有遇到 那就有一個人脈 以前聊過一些事情 現在的商機到了 就有一個機會 是不是 其實順境看起來可以是很好的 不過當然的前提是什麼 前提就是 就算有一些很順的事情發生在身邊 如果自己的人是不思進取的 如果自己的人是不到的 或者自己是卻步的 或者自己不肯去鍛鍊學習耕耘的 其實多少的機遇 多少的順境都沒什麼意思 就是有時候說 是不是相機無限 要去做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順境 很多機遇 很多人物可以助到我們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 那你自己有沒有吃著順境 加多兩前欲緊呢? 如果順境的時候 你應該是更加拼命更加努力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懂得珍惜的人 你就知道其實機會 轉眼即逝的 是不是貴人就沒有欠了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人 去欣賞你 加去你 如果有一些發展空間 以及機遇發生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有沒有好好地去把握呢? 那就是所謂 你在順境的時候 是不是吃著上了? 有時候在這個境內 扔一扔的話 為你自己累積了很好的資產呢 可能是你一個大躍進 但是自己不爭氣呢 就沒有人幫到你了 那跟著有時候 走走走走 又會有逆境的時間 逆境其實很多時候 是什麼? 就是諸事不順 好像一些事情做又未回 又或者好像未如如期 又或者好像有一些身體的操勞等等的事情 或者一些人際關係上的改變 那其實又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有幾種可能性的 第一種可能性呢 當然是自己的人品項不佳 能力不足 那很多時候他們多數都是逆境的 而多數 就是他們覺得的逆境 也是覺得是一個環境給他的 但是其實正如我剛才說 這個世界因果因果呢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身邊少貴人呢? 因為他自己都不是貴人 是不是? 為什麼他自己不是小貴人呢? 因為人家難欣賞他 是不是? 就是一個自己品項不佳 不肯付出 投機取巧的人呢 貴人一定少的 因為你滾過人家一次 那別人之後又不理你了 那些又直接不讓你滾一次 是不是? 或者你自己對別人不好 都會差的 又或者為什麼經常懷財不育 覺得自己沒有機會呢? 那另外一個原因很大機會 就是自己都沒有去 努力去爭取嘗試 去爭取更多的機會 或者沒有什麼曝光 那機會是自然少的 那這個其實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但是千萬不要忽視了有第二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可能你做生意或者做人 就是走到某一個位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一年 好像要很用力 但是那些東西好像翻得慢的 其實呢 多數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你在經歷著一個叫做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就是你在經歷著 是一個Development Phase 就是說你在做一個生意 你可能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一個更高的境界 一個更大的生意的版圖去拓展的話 以往的Business Return 可能用三個月回到 現在可能要用九個月的 為什麼呢 你可以重新建構你的市場定位 你要摸索一些你的市場模式 然後你要去熟練一些東西 又或者你的生意 要做好一個這樣的基建 才會翻得到那個效益 那個ROI的 譬如 跑數來說 那個ROI是短跑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年擺點時間 去做Recruit的話 你有機會是比前年辛苦的 但是有時候Recruit的那個難度 需要去兼顧的東西 或者考慮的因素多 所以你可能走了半年 好像那些東西都還沒回到的 但是那條數又好像慢了 做事又辛苦了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逆境來的 這個只不過是說你整本生意 在一個軌跡裡面 你在經歷著Transformational Change 所以你在那個時間 是需要做多些基建和耕耘 而導致你可能是 下年的成績有個大爆破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逆境其中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你自己是一個上升進步的軌跡 當你要去探求一個更高的水平 你就要自然有更多的學習 更多的鍛鍊 那這樣才可以去到的 所以如果就這樣剪了一個Snapshot 剪半年剪一年來講 可能你會覺得好像辛苦 但是好像那些東西都還沒回到 又或者做一些市場開拓 都是啦 譬如說香港的一件事 如果以內地市場的 可能你需要去滲入那個市場環境 互相增加信任程度 所以在今年的時間 你放了很多心機下去 但是那些東西還沒即時回來 那你又可能覺得 不是很順的 這個就是你在經歷著 一些Transformational Change的過程 那這些都是 有時候 逆境聽起來 是不是很差呢 不一定是的 有機會是你自己呢 在這裡提升 轉變進步之中 那第二個呢 其實逆境有另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什麼呢 其實逆境的意思就是 在你中間 你當你有一個新的挑戰 你追求一個更大的成就 你做更多的耕耘 或者你面對著一些競爭對手 按理這些挑戰 就是做范小忍 人一出了名的 就容易被人招待到你 容易在你背後說三道四 如此類推 有人想賣你身 有人想找你便宜 其實這個世界呢 我經常都覺得 是有一些叫黃金法則的 Universal Law 即是說 往往看出來一些 的Side Effect 就衍生好像是逆境 但是其實呢 在這些過程裡面 就算你今年被人騙了也好 你學會了一些智慧 或者如果你自己在一個耕耘的時候 你面對了一些衝擊的時候 如果你走過了 你的人的心智會更加成熟 即是有更加強的心智 你去嘗試一些新的突破 真的辛苦的 你是痛苦的 你是經歷過失敗的 但是你整個人的能力 是有提升的 所以很多時候 逆境呢 如果被一個上進的人 被一個肯拼搏的人 不過自己會反思檢討學習的人來說 往往呢 是為他帶來之後的發展 是更加大的得著的 所以其實呢 我自己呢 有兩樣東西都不是很執著的 第一 我不是很執著於 優點缺點 因為其實所謂 沒有優點沒有缺點 只有有特點而已 因為什麼時候 有時候是優點 有時候是缺點 第二個就是 對順境逆境的看法 其實我們不應該這麼多labeling 其實那個都是統稱叫經歷而已 只不過的 就是見步行步盡 盡力去做體重食飯而已 所以 嗯 其實很多時候你覺得是順境 或者是逆境 是你一個選擇 或者這麼說 面對什麼 面對任何情況之後 你選擇的看法 和你的反應 往往才是 決定這件事 最後的本質是什麼 那跟著第三個 想和大家分享的 習慣了 就是叫做什麼 就是好人一世平安 好人一世平安 就是什麼 吹吉就避空 是不是 但是呢 這裏說清楚 就是呢 我自己呢 是非常 極度 尊重 就是一些 真的在這個 命理術數等等的 一些專業人士 就是我都認識幾位 是不是 就是有一個 真的 很深入的系統 這裏我也很有興趣 所以我不會在這裏 假裝在這裏 在這裏說謎這些 的 但是呢 我只不過以我作為一個 策略分析師 去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三件事 不論你在哪一年 不論你今年是 合體術也好 什麼 食證也好 或者飯 衝了什麼鬼也好 十二年都是一樣的 做了三件事 一定沒有壞的事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作三考 第一個呢 我覺得呢 去吹吉 就是令到你自己 做那件事沒有壞的是什麼呢 是經常去 重塑自己 你的理想 你的願景 你的初心 是一定沒有壞的 很多時候 有很多朋友一路去做 不論順境逆境 或者很多經歷 很容易去會洩氣 很容易會卻步 很容易會放棄 或者很容易很躁的原因 其實因為他已經當局者迷 他墮入了某一時某一刻 裡面的運作 或者一刻的乘與敗之中 或者那一刻很勞累之中 但是其實 怎樣令到我們 在面對逆境的時候 我們不會放棄 在順境的時候 我們不會張狂呢 為什麼我剛才說這句 什麼順境 例如你最初做生意的時候 或者你很專心想做好這件事 但是當你做生意做到這麼多 有名有利的時候 可能慢慢你就會離開了 想玩大一點 想薄一點 就開始行動 心紅 激動 你也是危險的 躁動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 在哪一年做了都沒有壞的 永遠都重塑自己 你做著一盤生意 你加入一個平台發展 你最後的所為何事呢 你再初心是什麼呢 你究竟為什麼而做呢 當然 一個就是對內的 就是為了自己人生的理想 目標為什麼而做 第二個當然就是社會責任 你的mission是什麼 你的vision是什麼呢 你今年的路線圖 那個方向 那個目標 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目標呢 其實這件事 第一件事 去疏理自己 真正人生追求的東西 一些理想 一些目標 或者一個初心 我覺得是一個 趨機避空很重要的第一環來的 所以每年都做 是沒有壞的 時刻要提醒自己 避免就是在失落時 就是放棄 或者在順境時張抗 第二個呢 我覺得呢 你一年十月個月 一直做都一定沒有壞的 是什麼呢 就是持續的學習 其實人生呢 就是一路走下去 你 就算你做著同一件事都好 同一件事在世界上 都不停地變化著 是不是 就是你以前做A準 和你現在做A準是變化著的 你以前做管理和現在做管理是變化著的 你以前做營銷和現在做營銷是變化著的 其實你就算是做同一個範疇的事都好 其實你 是隨著歲月外變已經變化著的 所以呢 就是為免自己呢 他的盲點大 或者轉牛角尖 或者對一些事情有錯判 或者對一些事情有錯誤的期望呢 其實持續去學習 去了解回現時世代的行程 現在的運作模式 現在的技能 現在的市場的環境 那個動態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人的濕落 或者躁動 或者錯誤的判斷 是源於無知的 所以 第一個 去時刻去學習多些東西 是每一年做都沒有壞 第二個 其實就是說 你去學多些東西 如果你再學多些東西 是為另一件事做準備 因為 其實以我看 在社會上 如果你還想著 埋頭腐幹 只是做好自己一件事 其實是不存在的 就是說 如果你以前只是做一件事 你現在想擴大你的生意 或者令到你的人生事業 有一個進步的話 你是有需要去接觸更多 新的範疇的東西 譬如你經營一盤生意 不可以只是做你自己本科 專業你做的做蛋糕 煮飯 那些東西 如果你在餐廳 你是需要去 掌握到一個生意的 營運的不同的元素 如果你想去到下一個 層次的 有更大的貢獻 或者擴展 你是要去吸收 一些超越你本科範圍的知識 是不是 所以 如果想令到自己 不會同時代脫節 不會有期望落差 不會有錯誤判斷 交到自己諸恥不順的話 其實做多些學習 是每一年都應該做的 接著第三件事 我覺得在十二年裡 一路路路路路都好 都值得做的事是甚麼 除了去回歸初心 和提升你的知識技能 第三件事 每一年都對你身邊的人 多些關愛照顧關懷 這個是不論哪一年 你都應該做的事 為甚麼 這個世界最貴的東西 最珍貴的東西 不是金錢 這個世界最珍貴的東西 往往是甚麼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的支持 鼓勵 其實最後一個人 他最後的成功 不會只有他一個人 自己在這裡 你有沒有智力 去成為身邊的人的貴人 其實也影響了你身邊 你身邊有多少貴人 所以一個人 如果你持續 你向身邊的人 展示一些關愛關懷的話 第一 你一定會是一個心腸好的人 第二 你是一個有貢獻的人 第三 你身邊的人 一定會是一些 對你有主觀評價 是信任欣賞的人 其實當你有想更大的一些 一些更大的抗展的時候 你身邊是有志同道合的人 是很重要的 當然當你身邊 面對一些挑戰困難的時候 你身邊有人去扶持 去做一些幫助 亦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不是 我因為想找人幫而做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好人 本身我是關心人的人 本身我是對人有關於的人 所以你最後人生之中 你的同行者是多的 而最後在三年之間 你就會看到你自己 跟什麼質素的人在一起 你想想 記住 這三個是三連環來的 第一 心懷理想 回歸初心 第二 持續學習 提升見識 第三 就是趕結社員 成為貴人 你是三件事 一重複去做的話 其實不論走多少次 十二生肖的loop 其實都會相當之不錯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覺得 是吹吉避空 不論是什麼生肖 不論是什麼年 我們每一年做都沒有壞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好人一世平安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生活體會 所以我們值得自己 問問你自己 你的初心是什麼 你今年想著去學些什麼 給自己一些什麼挑戰試練 而你身邊對著什麼人 去展露一個關固關懷 而成為多少人的貴人 就是今年你累積的一些人生的成就也好 一些福祉也好 OK 好了 最後 不是最後什麼意思 始終到新年 我送五福臨盤 我送五個我的祝福 一個人生和事業的重點給大家 好嗎 那其實呢 始終我們都在理財壽 或者當然其實很多中小企 我們的合作夥伴都多 其實呢 每一年想令到自己有一個更豐厚的收入 更豐厚的事業 摸一口飛 那第一個 但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那件事是什麼 就應該是這個 裁員廣盡 我都説大家裁員廣盡 那何謂裁員廣盡呢 即是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就是 在一年裏面 你有多少個途徑 有多少個媒介 有多少個源頭 是可以為你帶來財富呢 如果一個個人營銷的角度來說 那就是你自己的市場定位有多寬 就影響了你有多少個裁員 即是說 如果你做的Marketing做得好的 你和多些人接觸 多人認識到你 越多的曝光 越清晰的市場定位的話 那你的裁員就一定比別人多 這是第一 第二個就是 你自己有多少的市場價值 帶來給你身邊的人呢 你的市值就源於你的價值 即是說 如果你能夠幫別人 只是做到一張MPF 那你的裁員就只有MPF 但如果你的裁員可以做MPF 加上年金等等 做到一個退休規劃 那你的裁員就多了 如果你能夠做到全方位理財 即是人受危機 意外醫療都做完 那你的裁員又多了 是不是整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想增加自己的裁員 而能夠廣進的話 那就是說 你應該問你自己 在跟月鼠連 你給多少人認識到你呢 你帶到多少市場價值給別人呢 你為社會貢獻到多少 就是你的收益來源有多少 不過如果想另外一個更大的裁員 即是一個財富的源頭 除了你直接去 即是直接接觸的市場 提供一些理財財策的服務 第二個很大的裁員是什麼呢 就是你能夠通過建構團隊 去找到新的生意合夥人 如果你越能夠去建構 越多不同的生意合夥人 而生意抗底速度越大越快越闊的話 那你一年裏面的裁員 就更加多了 那你就真的名副其實做到裁員廣進了 即是說在不同的 不論在主動收益 或者被動收益裏面 你都可以拿到一個大幅度的增長 那就真的名副其實做到裁員廣進了 OK? 這是第一 但是說就這樣說 那實際的運作是什麼 那就是我送給第二個的祝福 就叫做什麼 招財進補 其實財從來在社會上是有的 你商機從來都無限的 合作夥伴也都非常多 問題是什麼 你要招來 即是說你能不能夠吸納到一些新的客戶群 你能不能夠吸納到新的合作夥伴 你有沒有一個強的招募能力 去吸引到更加多人 去成為你的合作夥伴 欣賞你的事業願景價值觀 令到他們有信心在這裏發展 而去引進到更加多的保險 更加多的保單 更加多的財富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能力 所以第二個值得去提升的是什麼 除了擴闊你的客戶網 除了擴闊你的市場定位之外 其實更加要掌握的就是一個 招募的系統 掌握一個生意營運的系統 令到更加多的合作夥伴 可以加入 而是有系統的 企業化去做到一盤生意 這樣你的吸納的力度 就大很多了 所以又值得問自己 現在如果計算西歷的時候 已經是二月起波了 是不是 你手上有多少 正在跟進的一個招募的個案 合作夥伴的個案 你今年希望的增援業績是怎樣的呢 你希望有多大的增長呢 大家就值得自己想一想 跟著 當你真的做到裁員廣進 你在市場上的吸納力是寬的 是高的 第二個你能夠去擴建到 你的生意合作夥伴的話 最後捉完大家什麼 不止2020 不止在一個鼠年 在接下來的時間 真的叫做生意興隆 那何謂興隆 那就是說 不只是入了一大堆的夥伴 也不是你自己個人的生意額的增長 為什麼 自己個人生意的增長 你去到30% 50%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是不是 但你真正做生意興隆的意思是什麼 你能夠令到你的業務 是說 以50% 100% 200%的增長 而是一個複式的增長 即是不是再靠一個單人自己的力量 不是說簽多一兩張單的力量 不是靠簽一張大單的力量 是有一個持續增長力的生意 所以這就為之生意興隆 如果是早一日和尚 黑一日中 今年不知明年 其實不算是興隆 越做越快 越做越容易 越做越大的 才為之生意興隆 其實如果在我們業界的定位是什麼 你裁員廣進 其實你就可以做到MDRT COT 如果你招財進補 那就可以做到 每人請3.6個MLA 1 star 2 star 是不是 上去一個S1BM 真正生意興隆 那就是由兩年創刊 四年創區 當你真的成立了一個分區 你本身已經是一個很穩定的 一個業務基礎的話 就長做長有 越做越大 就逢二進一 那這個就是 希望為大家帶來的 一個生意的遠景 好了 那接著 第四個我想祝福大家是什麼 那這個就要回歸一點點人生 其實呢 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立論就是什麼 其實做生意是重要的 但是人生做生意 所謂何事呢 是不是純粹只是為了 爭榮俗理呢 是不是純粹只是為了 金錢的收益呢 是不是純粹只是在這裡計算呢 其實不是的 永遠我們記得我們自己那個 不是一個就業 是不是 不是一個工作 我們是一個事業 事業的意思其實 就是說 在一個什麼平台也好 在一盤什麼生意也好 其實最後 為什麼我怎麼決定 我自己這盤生意做到多大呢 怎麼決定 我應該用多少時間去做得到呢 怎麼決定我怎麼分配的時間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回歸初心 就是什麼呢 是為生活而做事業 所以其實人生如果你想要 事業上有動力的 反過來說 就是說所謂的MDLT COT或者一個BMDD對你來說 是什麼價值意義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回歸什麼呢 你人生究竟你在有什麼追求 而那個追求不是純粹一個 就是一條彩帶啊 一個title的追求 是說你人生之上 在你自己個人如是 在你的家庭如是 在你的朋友如是 在你的公益如是 在你的宗教事項如是 在你的社會如是 你其實真正想去成就 一個怎樣的生活呢 所以的 這一個平台 我覺得是為一個 封聖人生而設的 所以我祝願大家 就是跟著下來 你做到這個生意 其實是萬事勝義 萬事如意 其實人生有很多件事做的 不過其實人生做多少件事 取締於什麼呢 這樣很簡單而已 就是你手上有多少的資本 有多少的資產 有多少的時間 有多少的人物 就是你做到多少件事 人生是應該有理想有追求的 但是你的人生的理想和追求 是建基於你自己個人的實力的 你看到多少人生有多少的事 就是你的人生有多豐盛 你實現到多少件事 就是你做生意的能力有多高 對不對 所以希望我們真的通過這個平台 第一是深埋理想 但是我們都要腳踏實地 目光放遠腳踏實地很重要 而最後希望我們大家 在一年裡面 你自己每一個人生的理想 都得到實現 OK 那麼四個講完了 不過其實最後那個 就是我放在最後講的 我也都覺得現在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人生擁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事業 你可以有一個很豐厚的資產 你可以去想運籌為壓 如何在一個商場之中 就是增一席位 但是其實最後要去成就到 剛才的萬事勝義生意 興隆招財進保財源廣進 其實最基本最基本 最核心最核心的事都是什麼呢 就是我最後想祝願大家的事 就是身體健康 其實當一個人 其實你擁有多少錢 有多少的智慧 有多少的紅圖軟健 有多少的人物都好 你多麼愛護你身邊的人都好 其實當身體不行的時候 其實就什麼都整不成了 就是當身體有事的時候 或者自己身邊的人自外有事的時候 其實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所以在努力去營商的同時 在努力去拼搏的同時 在努力去規劃的同時 其實我們更加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自己 和我們身邊的人的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包括當然 有很多的角度 就是你夠不夠充滿一個休息 你的精神的健康 是不是作息又沒有時 而最重要的是在此時此刻 當然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沒有好好這樣去保護自己 和你保護你身邊的人 而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人生其實沒有順境逆境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始終都是那句就是 在一些很艱難或者一些很空險的時間 其實也是人展露原始的價值觀 道德基準的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就是我們說的一個叫時窮節賴炎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一個 就是大家互相的安全 互相的保守 是要大家人人有責 是不是 就是這個是互相去保守著 才可以共同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是有一個責任 第一好好這樣去保護我自己 但是同時我們也要好好這樣去保護到 整個社會的整體 避免一些差的情況是惡化 譬如在一些防疫的狀況 永遠都一定是做最壞的打算 做最高的防疫 而很多時候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一些問題 往往未必是建基於天災而是人禍 在一個環境之下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大的需要 去做好我們自己的本份 盡力去防止一些的蔓延 防止一些自己的不小心 去導致自己或者身邊的人去受到傷害 所以今次這個時節 新年流流 當然我們應該喜喜揚揚 也都應該向前看 也都應該向著自己的理想目標進發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都應該戒慎恐懼 去嚴陣以待 避免自己身邊的人 任何一個我們認識不認識 我們的上一代我們的下一代 在一個危險之中 是會受到傷害 而很多時候 當有些人不負責任 當有些人為了另外一些東西 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 有些人為了自保 連自己的子女都不顧 連自己的市民都不顧的話 唯有就是靠自己 我們去共同努力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共勉支 一起去保守著 好嗎 這個就是我小小和大家的分享 新的一年就來了 都是那一句 就是說 整合說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我有五點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人生 所謂你看風水流連 其實應該時刻是什麼呢 了解世界 了解自己 多些去學習一些處世的智慧 多些時刻去反省檢討提升改進 人生走的路 其實會有面對很多的挑戰 但是其實最後走不走到過去 最後我們做些什麼 是取決於一個字 叫什麼選擇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有時候你覺得是就是 覺得不是就不是 想去做好的 成為一個好人的話 持續回歸 擁抱理想 持續學習 展現關懷 我覺得是幾時都應該做的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通過我們 其實不止我的 我相信 在業界裡有很多朋友 通過我們 譬如MDLT的COD發展計劃 BMDD的發展計劃 就是兩年創案 四年創區 真的令到大家 真的可以做到裁員趕進 招財進補 生意興奮 萬事如意 不過 始終最後 不厭其煩再說多一句 人生 身體健康更重要 有很多很多的家庭 有很多很多的父母 有很多很多的子女 有很多很多的長者 社會上有很多 是在她的工作上 是因為這些事 要拿她的生命去拼搏的 醫護人員 都有她的家庭 醫護人員 是每一天面對一個很大的風險 是身處一個很大的危機之中 我們能不能夠作為一個市民 去好好地展現我們的公民質素 展現我們的公民道德 去令到整個社會的危機得以減少 避免一些悲劇的重演 這個就是希望我們一起共勉之 好 送諸刑暑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生意興隆 萬事勝義 好嗎 新一年開始 我們要繼續我們的旅程 希望跟著我們下來的時間 一年比一年上升 一年比一年進步 大家有個豐盛 愉快 平安的生活 好嗎 OK 大家一起共勉 下年再見 OK 之後再見 拜拜